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计算BMI 当然第一个呢 我们程式第一个阶段是有三行 那这三行的话分别怎么样 请输入升高 就按照什么 按照我们这个BMI值的计算器 跟它一样 升高Input Input的话就让它输入多少 一个值 所以Input 但是我刚刚有特别讲过 Input的话 升高部分 你这个地方 如果会有小数点的话 请各位注意 你就不能用int 如果你用int的话 它可能升高是什么 170.5 那个点5就不见了 所以怎么办呢 要解决如果有小数点的这个问题的话 请特别注意 你的转型 就不要用int 你就要用什么 用另外一个转型 叫float float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所以前面的转型不外乎转成文字 不外乎转成整数 不外乎转成有小数点的 浮点的 所以主要是三种 这个是最常被使用到的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 把input的东西 170.5 然后float 那就保留 保留完之后的话呢 帮我存在哪里呢 存在h里面好了 不过呢 因为我们将来h是必须用公尺 所以我这样后面再除以100 也就是把公分再转换成公尺这个动作 当然如果你不要在这边做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做 不过我发现在上面跟上 好像在这边做会比较简单 为什么?因为直接存在h里面的值就是公尺 那你就直接做计算 bmi就出来了 比较简单 OK,然后再来的话w的话就是一样 所以你把上面复制下来也是OK 不要除以100 然后请输入体重 一样如果它的体重比如50.2 那有小数点你要用froze不能用int OK 那再来的话就计算bmi 那bmi的计算的话 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体重除以 所以在这个上面有一个bmi公式 它的bmi就是它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这个公式的话就w 身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OK,所以h乘乘2 那外面加一个瓜糊 OK,先把它乘平方之后呢 再跟这个w做 体重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 除完之后就bmi 所以呢bmi把它print出来 那结果就是我们要的第一阶段 bmi的部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直接执行来看一下 身高讲170.5 然后呢 体重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50.2 假设enter 帮我把bmi给输出 不过呢bmi部分的话 当然呢 输出是有结果啦 不过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float 它有小数点 可是问题是小数点这么长一堆 所以这一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小数点位数 所以呢 待会会有一个问题 如何把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就好了 可能我只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那怎么做 OK,那当然不外乎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类似像 Excel 各位应该有用过 四者五路的 叫rond rond 那在python也叫rond 所以你直接rond 它就可以帮你四者五路了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在Excel里面 你输入完有小数点 你也可以用格式的 比如说你用上面的格式 渠道增加小数点位数 或减少的 那那个是格式 格式跟rond的最大差别 格式它没有 它只是表面上 你看到是角度很丢 但实际上它纯的还是 这个其实在python也类似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叫format format其实顾名实义码就格式化 你也可以用格式化 那这两个方法怎么做 待会我们会跟各位做说明 所以第一个我先算完BMI 那第二个的话 我要判断17.26多多 这个数字的话 它应该是哪一个逻辑 所以逻辑的话 那当然我们底下就要把 刚刚教的if 如果BMI的值 假如是小于18.5 冒号 enter 然后printer 它是什么 过清 OK 体重就不用了 然后在这个之间 就是正常 在这个之间就是什么 过重 轻度 肥胖等等的 那怎么写 基本上的话 因为其实跟刚刚是一样 类似的 所以我已经写好了 我把它写在下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把它先打开 OK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 像刚刚其实我是把它注解起来的 那所谓注解就是说不执行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写程式 有些地方 假如暂时不执行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 这几行程式有没有 如果不执行 那你可以选取完之后 有一个很快的方法 就是按ctrl加那个斜线 那个斜线的话呢 就是键盘上面那个有个竹 问号的位置 ctrl加问号 有没有 竹问号那个按键 其实就是ctrl加斜线 这个就是什么 快速把你要注解的这些行数 全部加一个锦字号 其实那你也可以 另外一个方法 就自己在前面加锦字号 不过我想如果你会这个方法 你应该就不会想要用 前面自己手动加锦字号 但VBA是单引号 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OK 那如何把它的前面的那个锦字号 全部取消呢 也很简单 再按一次就可以 所以ctrl加斜线 有没有就OK 这招很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会这一招的话 以后写程式就很快 你要这暂时不执行 那我就把它ctrl斜线 然后要的话 再ctrl加斜线 又恢复了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程式撰写 就是如果 因为有六重嘛 所以一辅 一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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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来就els 所以最后一个其实你不用写没关系 就els 但如果你想说老师那种els 可不可以把它改写成L一辅 其实也可以啊 没有els 也可以啊 只是说看你怎么写 那个结构比较没问题的 只要不要出错都是好方法 还好呢 至少你看得顺眼 好像有的时候程式 有的人就觉得 这样写我看得不舒服 我习惯另外一种写法 没关系 你自己习惯的方法是最好的 千万不要一下子写这种方法 一下又写那种方法 会自己搞不清楚 别人也搞不清楚 到底你是怎么写的 你有时候这样写 有时候那样写 到底哪一个方法是你习惯 你变得没有习惯 有些人为什么会讲 我发现很多人都从网路上捞 然后根本不改 就贴上就好了 所以他每次写都不一样 我说你是精神分裂吗 每次写都不一样 OK 所以应该是大部分都拿别的 像我的习惯 我哪怕是拿别人来参考 我一律就改成我自己 看的习惯的方法 重写过 否则的话 怎么看就觉得那不是我的东西 OK 所以有的时候要怎么写 像这部分 请各位思考一下 那我们就是过清 这个刚刚讲过 LIF有没有 前面加一个EL 然后标准就这个 18.5到24 然后过重 等等的 所以剩下的话就过度肥胖 但是其实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 这一行底下这个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OK 也就是说如果 假如你要写成另外一种写法 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为什么网络上有不同的写法 他怎么写 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把BMI留一个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符号放这边 这个放这边 写成这样 就是它是什么 小于等于 BM 然后这边应该什么 应该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可以把刚刚这个写法 有没有 BMI 大于等于18.m的小于24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两种方法 其实 这个 什么呢 Python他都可以接受 但是 看个人习惯 像我是比较习惯上面的写法 下面的写法我比较少写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 在其他语言 像那个VBA好了 VBA写上面的写法是OK的 可是你写下面的写法 其实就不OK 所以好像我的习惯是 最好我是 写各种 各种程式语言 反正他们 大部分都可以接受的语法 这样是最好的 你就尽量不要写那种特殊语法 你要特殊语法的话 你将来 变成你要记得说 这个语法只是用在 某一根语言上面 那里面你要记很多东西 所以尽量就是记越少东西越好 所以我就会比较习 而且上面这种叙述 比较接近口语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习惯 因为有的同学跟我讲说 老师我比较习惯下面的写法 上面的写法我反而不习惯 没关系OK 如果你习惯写下面的方法 你就写下面的方法 你希望不要有的写上面的方法 有的写下面的方法 那就不OK了 请你保持一致性 所以程式的一致性很重要 那再表示说 这是你真的是你写的 因为这有你的style OK 所以慢慢你越写 越有自己的style 那当然是最好的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当然把它跑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跑完之后的话 那当然就是会有170.5 Enter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50.2 Enter 然后就会有BMI跟它的评语 不过这边后面我希望做一些改写 什么改写 第一个我希望把这边改成小数点第二位就好 那第二个的话 我希望一般输出的结果最好是完整 也就是在前面最好加什么 加一个标题 比如说最好是什么 BMI 前面加一个BMI冒号 那BMI最好前后加双语号 然后这边的话加一个平语 两个字 平语冒号 过轻还是什么的 有点像我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基本语法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类似像在云端上面的第10页 这边有一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长成这样 所以可能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小数点变成两位数 第二个的话如何在前面加BMI 但是要加双语号 然后另外的话前面加一个评语 过重或者是过轻等等 那这个地方要怎么完成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那个什么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然后这个前面加两个他的标题 这个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前面的名称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好 刚刚没切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部分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